母親節就要到了 很多人都習慣帶媽媽去吃大餐 但是今年疫情升溫 其實民眾都怕怕會擔心染疫 而這個擔心隨即都反映 在母親節的業績上頭 像是在台南整體來說 比往年少了將近四成 定位的電話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甚至還有人打來退訂 有業者是聽到電話聲 想起趕緊接起來 這才發現竟然是打來敗票的 心都很酸 台南經典半桌菜海鮮羹 里頭裝了滿滿的海味 民眾等不及大塊朵頤 還有另一道好料也即將上桌 台南特有食材西瓜棉 熬煮成咸酸口味的醬料 更能提升出魚的鮮 台南各家飯店 為了母親節推出桌菜 訂單卻迟迟不來 往年的話 這個時間都已經早就滿了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電話就只有候選人拜票的電話 這是我們母親節蛋糕最受歡迎的 搭配季節水果的鮮奶油蛋糕 要讓媽媽們吃在嘴裡填在心裡 餐廳業者精選菜單 想辦法拉高母親節業績 在往年的話舉例例如說我們的中式的桌菜其實很快大概在兩個多禮拜以前就一定會爆增 然後整個定滿 那在今年的話也正好在這個時間點在台灣的疫情有升溫的狀況消費者就趨緩了 這一波疫情已經讓餐廳整體業績少了將近四成 消費者大都改成外帶甚至乾脆退訂 如果內用則是指定包廂 還會特別注意餐廳的防疫 餐廳生意受到疫情嚴重衝擊 業者另辟生路 新消母親節套餐外帶平衡慘淡的生意 記者楊文華談談報道